当地时间7月13号 乌克兰外交部宣布 由于朝鲜决定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独立 乌克兰中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 并声称将对朝鲜进行严厉反击 地区局势骤然紧张 此外 乌军日前公布了一张60毫米迫击炮弹的照片 并炒作称乌军从台湾地区收到了一批60毫米的迫击炮 台所谓防务部门当天针对此事回应声称 外媒意测并非事实 恶如冲突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频繁借乌克兰问题蹭热点 此前 华盛顿邮报还曾专门聚焦进入乌克兰参战的所谓台军背景人士 强行把乌克兰危机与台湾问题挂钩 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另外 近日由美国军事专家提供的证据披露了台当局2002年 便曾通过所谓驻美机构向美国求购100架F35B战机 但美方至今拒受这款新型隐形战机 对此台空军司令部10号回应称 空军持续以作战需求进行建军规划 有关报道纯属议策不予评论 另外 岛内媒体12号报道称 七位日本国会议员将于本月底组团访台 对此 台外事部门则声称 在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边境管制逐渐放宽之际 台当局与日方展开互访数正常 我们下期再见